亥时出 后院 泡在池子之中 去飞烟如同咸鱼一样 一边飘在这池面上 一边飘 一边面露无奈的 还以为今天元宵灯会里面 也能和昨年一样 找到一些能够提升修为的灵药 结果逛了一圈 公子就发现了几株毒药而已 池边的林诗音开口道 毕竟能够提升修为的灵药本就少见 哪里可能次次都遇见 公子今日能够收购到几株有用的药物 已经算是不错了 取飞烟叹气道 话虽如此 但还是想早点将修为和实力提升起来啊 说到这里 取飞烟嘟囔道 至少接下来这段时间 挨打也能少一点 听到取飞烟这话 小赵和林诗音 哪里还不明白取飞烟的意思 对此 林诗音不由 没好气道 就算公子能够找到 能够提升修为的药物 到时候 月姐姐和东方姐姐修为也能提升 结果能变化吗 声音入耳 取飞烟顿时满脸的惆怅 而一旁的小赵和林诗音 想到后面 每日都会轮流被东方不败 和腰月特训 两女也面带苦涩 看向取飞烟时 眼神不禁多了几分忧怨 甚至于目光落在取飞烟身上时 两女总感觉拳头有点发痒 就想往取飞烟身上招呼几下 感觉到两女的眼神不对 取飞烟轻咳一声 连忙重新调整了一下位置 凑到一旁的雪千寻面前 真气传音道 那啥 千寻姐姐 你想不想后面实力快速地提高 原本正闭目感受着 此时周围这池水中药力 徐徐钻入体内的雪千寻睁开眼镜 略显疑惑的 看向取飞烟 你有什么办法吗 取飞烟微笑道 当然 舞者的实力不单单是来源于修为 同样还有舞学 甚至于实战积累下来的经验 接下来这段时间里面 东方姐姐和月姐姐 这两个天人静的高手 都会对我们训练 只要你跟着我们一起 一段时间下来 实力绝对可以突飞猛掌 看着面前满脸真诚和期待的取飞烟 雪千寻思索了少许时间后点头道 姐姐和那要月公主会 同意我加入吗 取飞烟露齿一笑道 放心 多一个不多 肯定没问题 见此 雪千寻沉吟了一下后 点头道 多谢 取飞烟含笑道 客气 大家都是姐妹 应该的 有东方不败这一层关系在 雪千寻肯定也是自己人 而自己人讲究的是什么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在能够提升实力的情况下 大家还能一起挨揍 还有什么能够比这样的方式 更快让雪千寻融入这一个大家庭吗 至于东方不败 明天发现雪千寻也来了后心声不满 哼 反正每天都得挨揍一个小时了 轻一点重一点 有太大区别吗 脸部对面 感受着此时 区飞烟和雪千寻之间的真气波动 以东方不败以及水母阴姬等几女的聪明 如何不知道那妮子是在挖坑 只是对于这样的事情 即便是作为亲姐的东方不败都没有在意 水母阴姬以及腰月自然不会在意 一家人打打闹闹 相互坑坑 本身就是在正常不过的事情 咻 砰 然而 就在这时 自这夜空之中 忽然传来两道响声 下一秒 在这黑色的天幕之中 一道绚丽的烟花 瞬间绽放开来 当空中这烟花绽放时的光线 映照在己女的御荣上 不管是东方不败己女 还是帘部对面的雪千寻 几人均是第一时间看向空中 而当眼眸青台时 正好是看见 这空中那一朵朵的烟花收入眼底 角度正好 估摸了一下这放烟花的位置后 东方不败看向楚清河道 那城西外的荒山辽屋人烟 这烟花是你安排人放的 面对东方不败所问 泡着澡的楚清河声音懒散道 城西外放烟花的话 泡澡的时候看 位置最好 得知了这烟花 竟然也是楚清河安排 让人放的后 水母阴姬眼眸青闪 如果说 在今年有什么遗憾的话 除去目前而言 创未失败 便是岁日之时 几人均是在那大宋国 未能好好地感受年味 但现在 楚清河安排的这一些烟花 却是变相地 将水母阴姬这一个遗憾给弥补了 而现在 今年的遗憾 也就只剩下这一个了 想着 水母阴姬隐晦地 扫了扫东方不败和腰月 眼中浮现出坚定之色 夜色微凉 池中的温度 却是稍热 置身于这池子之中 在这身体之中 热意徐序之间 几人这面容青苔 欣赏着空中绽放出来的 刹那烟花时 脸上同样是被这烟花 绽放之时 那一瞬间的 璀璨光芒照的 氛围明亮 而当一旁 竹筒之中 注入之中的流水 渐渐减少时 空中那原本绽放的烟花 也适时地停了下来 至此 楚清河方才 缓缓地从这池子之中起身 片刻后 坐在这院子之中 楚清河几人的手中 均是多了一碗 刚刚出锅的元宵 等到一碗元宵下肚 再看一旁那几盏楚清 和以诗换来的花灯 不管是妖月 还是东方不败 等吉女嘴角上 都是挂起一抹温和的笑容 在这凉宵佳节之中 连带着此时的东方不败 妖月以及水母阴姬 在看向对方时 也感觉顺眼了不少 一年的时间里 也就元宵 或是岁日等特殊的日子里面 才能够让吉女 产生这样的感觉 某些程度上而言 或许也是 传统节日流传至今的一些意义 待到取飞烟吉女 进入厨房开始收拾时 一阵特殊的声音 忽然传入了院中 听到声音 东方不败站起身来 一跃而起 见此 妖月撇了撇嘴冷哼一声 小地方事情倒是不少 不过 就在妖月的话语刚刚落下 妖月仿佛察觉到了 什么事的眼睛一亮 然后快速地起身 向着院外掠去 几夕后 在楚清和这宅院 相隔不到一里之处 随着妖月的出现 几名移花宫的弟子 立刻单膝下跪 拜见大公主 轻手挥了一下衣袖后 妖月摊开手道 东西呢 面对妖月所问 为首一名移花宫弟子紧张道 回大公主 方才弟子 按照大公主的命令 前往那灯笼铺中 想要将手稿买走 但属下几人去的时候 那书稿已经被人抢走了 被人抢走了 谁抢走的 听到这一花宫弟子所言 妖月眉头一皱下意识地开口 可声音出口 妖月却是第一时间想到了 方才动身离开院子的东方不败 心中顿时凝雾了下来 急息后 妖月视线轻转 快速地看着远处 那去而复返的东方不败 脸色已经是沉了下来 这小贼 竟然暗中截胡 在挥手 让这些一花宫下人退走后 妖月脚尖轻点快速地向着空中跃起 然后瞬间挡在了东方不败的身前 被妖月拦下 从空中落于一屋顶之上的东方不败皱眉道 刚刚那晚元宵 让你吃撑了吗 面对东方不败所言 妖月冷哼道 少废话 将诗稿给我 声音入耳 东方不败柳眉一皱道 凭什么 妖月冷哼道 就凭清河那诗 是写我的 东方不败皱眉道 胡说八道 刚刚那诗 与你何关系 妖月冷声道 不是写本作的 难不成是写你的 整首诗 有半点提及你的内容 见此 东方不败目光 在妖月的身上 上下扫了扫 然后露出一个不屑的笑容 本作见过无耻的 没见过像你这般无耻的 清河这诗 是依我所写 却是被你强行按在自己身上 堂堂一花工的大公主 难不成有妄想症不成 妖月轻轻吸了口气后 开口道 今晚元宵佳节 本作不想和你过多废话 可若是某人真的不识相 本作不介意动手 让某人行行酒 东方不败 满脸不屑道 就凭你 妖月面容轻抬道 试试 东方不败 叛逆 然而 就在两人体内真缘徐徐流转 已经带着几分剑拔弩张的感觉时 一道身影忽然闪身至两女身旁 不是谁母音机 又能是谁 目光在东方不败 和妖月身上相继扫了一眼后 水母音机开口道 既然清和方才纳师 两位姐姐都颇为喜欢 想要据为己有 为免纳师稿等下 在两位姐姐的战斗中被损 不如就先将纳师稿交与妹妹 然后 由妹妹我当一个公正人 两位姐姐以实力决定 清和纳师稿的归属 如何 公正人 听着水母音机这话 东方不败 瞥了一眼水母音机 随后冷笑道 你这算盘打的 怕是我日月神教的人都能够听得见 东方不败又不傻 若真的是这样做了 即便是后面东方不败 和妖月战斗间压过妖月一头 但后面水母音机会不会如约的 将这诗稿给交出来 还是未知数 而事后妖月也不一定会帮忙 东方不败 怎么可能会同意水母音机这一个提议 说着 东方不败看向妖月道 昨年灯会之上那词稿 被你暗中得手 今天这诗稿由我所得 正好一人一份 谁也不吃亏 大不了下一次再有这样的诗词稿子 我让你先 听到东方不败这话 妖月张了张嘴 但当余光扫到水母音机的时候 妖月又将喉咙里面的话咽了回去 沉吟了几息后 妖月开口道 好 本座信你一会 声音入耳 东方不败汉手 示意了之后便轻甩衣袖 然后向着家中闪身而去 妖月见此 意识冷冷地瞥了一眼水母音机 然后动身同样向着家中一去 独留水母音机一人 苦恼地站在这房顶上 果然 过早的暴露 导致于在面对我时 东方姐姐和月姐姐 都会变得异常小心 接下来 怕是麻烦了 意识到此时自己的情况后 水母音机心中暗叹一声 顿赶前路艰辛 晚上 待到此时 地面上酒坛见空 一旁的雪千寻 以及曲飞烟等几女 皆是已经醉眼惺忽 尤其是酒量最差的小招 整个人都已经是靠在了林试音的身上 一张脸红扑扑的 曲飞烟则是和雪千寻额头顶着额头 通过这样的动作 巧妙地形成了一个支撑点 让两女没能直接倒在地上 看着此时同样喝多后 满脸通红的雪千寻 此时的东方不败 虽然面露无奈 可眼中却是带着几分温和 不过曲飞烟等四女虽然喝醉了 剩下的水母音机 以及东方不败几人 却是只不过微醺的状态 在看到曲飞烟四女醉了之后 此时的四女 显然都是意识到了接下来的环节 随后 不管是东方不败 还是水母音机 以及腰月莲星两姐妹 都是相互看了起来 在这一言不发 仅以视线观察的情况下 这院子里面的气氛 莫名地诡异了起来 几夕后 东方不败开口道 先将他们弄回各自房间里面去吧 一边说 东方不败 一边走到雪千寻的身前 在东方不败 将雪千寻给包裹起来 提到空中的同时 一旁的水母音机 第一时间 便同样以真缘包裹住了曲飞烟 避免了曲飞烟没有了支撑点 直接一头扎在地上 腰月以及莲星剑慈 则是各自包揽了小招和临时一二女 然后 四人相互看了看后 皆是抬脚向着曲飞烟几米的房间走去 可是 就在四人刚刚跨入曲飞烟几米的房间时 宛若心有灵犀一样 皆是奇奇的顿足 然后扭头 大半夜的 四个人 四颗心 心心相防 在今夜这样的日子 在面对战利品储清和时 彼此之间 俨然没有半点的信任可言 就这样 在这几间房屋的门口对视了几眼后 四女都是站在这门口的位置 以真缘将曲飞烟等四女弄到床上 并且盖好了被子 然后再一次地回到了院子之中 相对而坐 只是 就在坐下时 此时的四女 却皆是感觉体内 一股强烈的乏力感传来 随后 刚刚才坐下的东方不拜四女 皆是上半身轻轻晃动了一下 发现体内的一变 几女哪里 还不清楚是什么情况 而怜心心中浮现的第一个念头则是 姐夫胃口这么大吗 这边 在以一花接玉的进气 将四女结实包裹起来后 楚清和撇了撇嘴 小孩子才做选择 成年人 全都要 今晚 我要挑战我的软肋 心中念头回荡间 楚清和深深吸了口气 然后一口 将混着一些红彤彤果子的酒饮下后 起身 转身 毅然决然地朝着主屋走去 每一步都是带着坚定 以及沉稳 一带见宽中不悔 卫衣消得人憔悴 二十 清晨 在这阳光和煦之时 城外的湖边湖水 激起层层的水浪 皆是龙京湖猛精神异异的水母音机 和东方不拜 以及腰月三女 打着裙架 旁边的莲星 则是认真的观摩学习 而城里面的院子之中 此时的院中雪千寻和临湿音 皆是游走在院中这植株之中 或是修建花草的枝叶 或是胶水 厨房之中 烟火的味道 徐徐地飘出 加上那案板上 蹲蹲蹲切菜的声音 以及院中颈边 小招洗菜时的哗啦啦水声 使得这清晨的院子之中 充满了生活的气息 那山茶花树下 此时的楚清和趴在躺椅之上 背面全部被阳光所覆盖 在这光合作用之下 补充着阳气 虽然体力上够 但几天下来 这憔悴之色 却是越发的明显 一直躺到四十的时候 此时的楚清和方才 坐了起来 几夕后 自楚清和的气海穴之中 一缕缕的天地之力 在真元的牵扯下 快速地从气海穴之中钻出 然后进入到身体之中 这天地之力 随着真元运转之时 依旧是一分为三 同一时间淬炼着楚清和的精气神 等到妖月以及联星四女 从城外干架回来之后 第一时间便注意到了 正在修炼的楚清和 只是 当目光放在楚清和身上时 联星第一时间便发现了 楚清和身上的异样 相比起几天前 此时的楚清和的身上 憔悴之色 却是一天胜过一天 就如同现在一样 此时的楚清和脸色上 已经是带着几分苍白 神情已经不单单是慵懒了 更是带着几分唯米 就如同几天没有休息过劳累过度的普通人 或是大病出狱后的样子 一看就给人一种奄奄没有精神的样子 至此 联星不禁怀疑是不是这几天 楚清和每天都以一滴四劳累过度所致了 而联星都能发现 楚清和此时的异样 更别说是水母阴姬几女了 一时间 妖月等几女看着楚清和时 皆是眉头轻皱 心中带着几分不解 片刻 带到楚清和这边 将剩下的天地之力收入弃海穴之中后 东方不败吉女方才走到了楚清和身边坐下 目光在楚清和脸上扫了一眼后 东方不败开口道 你最近这气色以及脸色 为何会越来越差 面对东方不败所问 神情满是憔悴的楚清和撑着下巴道 因为这精神力的淬炼已经是到了尾声 天之花要凝聚了 听着楚清和这话 挤你脸上不解之色 更重几分 妖月更是开口询问道 凝聚天之花时不是精神力会越来越凝联吗 为何返回会像你这样 疲态尽险 稍後 朝 冷暖